《词曲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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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有道德 有善良 愿意去帮助人 这个人推销什么 介绍什么 说什么 就是对的 像我爸爸一样 为什么每天这么多病人 而且穷人都不收费 他有他的累积起来的功德 他的品性 他的善良的心 他给病人 说他怎么样 开什么药就什么药都好 可是他们到别的医生那边 同样的药 吃不好 为什么 你们说呢 为什么 完全是一个人的道德心 一个人的品性 是善良 是真实 是真的要利益人的 为他人好的 他不需要学什么法 有什么神通 有什么感应 就是他 所以我们要看人 是看人品 知恩报恩的人 品性 优良的人 不欺骗人 不害人 不伤人 不毁灭人的人 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是真实话 所以很多人 就觉得 为什么同样是医生 同样的药 为什么别的医生跟你讲 吃这个 治疗这个 医不好 甚至于开刀 更至于什么这些 可是为什么有的人 随便说 你就插这个码 你就用那个 就真的有效 为什么 所以人品很重要 这些神仙啊 这些土地工啊 这些什么神 都是活着做人的时候 都是在行善的人 都是乐于助人的人 那自然而然 他就有那样子的一个功德 死了以后就会升级 就会当好的 这个福 这个福德 就会出来 就会升级当神 当一方之神 去享受福报 继续在做这种 善良对人的这个工作 就叫神啊 我们讲 出路神父啊 是这样子来的 那你越多 越感化这些神来扶持你 因为他们磁场也是一样 喜欢乐于助人 老天就是喜欢乐于助人 他喜欢这样的人 如果再能够修 再能够改 你的所有的这些恶习 绝对不再犯 那就更不一样了 你看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